大家好欢迎收看娱乐早知道,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做得还不错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无心法师3,是陈瑶与韩东君主演的玄幻剧,讲述了法师无心长生不死,寻找妖怪又独孤求败,一心求死的故事。 世人皆追求长生,他却厌倦了活着满世界寻找能杀死他的药,直到遇见了天杀孤星命格的柳青鸾。 无心法师的生命无期,他周而复始地活着,看着没有尽头的日出日落,看着别人的时光如见岁月如缩,看着身边的亲人朋友一个个离去。 他却依旧年轻强壮不病不死,就算失去了身体的任何一部分,只要假以时日都可以重新长出来,他不知道他从哪里来,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可以杀死他,不老也不死。 他只知道没有人可以陪他到老,他体验不到正常的生老病死,他受够了这样的生活。 所以他的目标就是,找到一个能杀死他的人,帮他结束这了无生去的生命。 青鸾与玄狐是一对罕见的拥有九五命格的双生子,他们本为一体却被一分为二。 姐姐青鸾是天杀孤星,从六岁开始就克死亡儿亲,玄狐天生体若命不久矣。 他们姐弟俩从小就扮作一个人,以弟弟柳玄狐的身份是人。 玄狐想科考想做官,但他身体不计无法支撑,姐姐青鸾只得在弟弟不舒服的时候出现,做他的影子为他铺平道路。 无心知道这个秘密后也非常吃惊,他和尚青天想办法帮玄狐治病,青鸾很感激无心。 他和尚青天是除了青鸾家人外,唯一知道这件事的人,而且他愿意帮他们保守秘密,还愿意帮玄狐延续生命。 在无心面前,青鸾以女儿生的本面目视人流入真实性情并慢慢对无心产生感情。 想想自己还有近一年的自由时间,以后玄狐考上了做官了,他就要一心一意地做他的影子。 所以青鸾提出在这一年里,让无心和他一起体验恋爱的感觉,一年以后契约到期,大家则分道扬镳。 面对这么美丽善良的青鸾,无心无法抗拒,而且青鸾是天杀孤星,说不定他可以完成无心的心愿,让他被克死。 所以无心答应了,他们两个稀有罕见的人,开始了一段令人匪夷所思的相克之旅。 签完恋爱契约的第一天开始,他们就开始了甜蜜的恋爱,手牵手逛街,为对方吃东西。 看着挺美好的事情却暗藏杀鸡。 无心一边享受甜蜜,一边遭遇到各种祸事,不是被店家的剪刀插到。 就是脚踩西瓜皮摔个四脚朝天,天杀孤星针不是盖的,让无心真真实实地体会了一把。 夕阳心下时分,无心带青鸾在屋顶上看着落日余晖,红通通的太阳照着两个有情人的脸。 这画面特别和谐,他们都觉得这是有史以来,过得最开心的一天,很满足有彼此的陪伴。 爱情就是这样,也许他无法拥有一辈子,但即使是短暂的瞬间,也能感受到最无与伦比的开心。 如果无心可以正常衰老变成正常人,青鸾也可以不再克服,他们也许能幸福地生活下去。 无心已经活了这么久了,也许青鸾就是那个带给他解脱,也带他幸福的那个人呢。 期待后面的剧情发展。 这期的视频就讲到这里,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,请点击订阅。 谢谢大家的观看,我们下次再会。